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马斯生于1503年 他于1555年出版的《诸世纪》 以四行体诗写成预言 其预言的时间持续到3797年 后人从其诗集中看到他多次成功预测历史大事 其中包括法国大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911事件等 而他也是预言界最负影响的人物之一 他有关1999年魔王将士的预言 就引发了世界性的轰动 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 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在2021年又重回热点 纽约邮报 就是曾经报道拜登儿子亨特拜登硬盘门的那家媒体 在12月28日盘点了一下有关2021年 诺查丹玛斯的预言 之所以被主流媒体报道 是因为诺查丹玛斯有关2021年的预言 确实触目惊心 据报道 诺查丹玛斯在《创世纪》中提到 2021年会比2020年的情况更加糟糕 世界将经受重大的灾难 包括小行星撞击地球 僵尸病毒 以及大饥荒 死亡人数将是人类总数的一半 但其预言是不是像报道中说的那样可怕呢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下仔细的分析 诺查丹玛斯的预言是古代预言的套路 预言写得非常模糊 类似于中国的推背图 需要分析总结才能得出某种结论 关于2021年诺查丹玛斯的第一段预言是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 年轻人没有了 半死人将是一个开始 什么意思呢 媒体报道中 半死人是僵尸的意思 就是2021年一开年就会出现僵尸病毒 这使得年轻人变成僵尸 但我这里还有另一个理解 我们稍后再公布 我们往下看 媒体还引用了下一句 父母为孩子们哭泣 女人们在呻吟 致命的女怪物 伟大的人没有了 世界将来到末日 这句话连着上一句 就组成了一个预言 其实这篇报道 是断章取义 因为在这两段中间 诺查丹玛斯还写了一些话 第一段原文 其实是这样的 年轻人消失 半死是一个开端 下一句很灰色 媒体这里就没有提到了 Spite是伤害的意思 通过伤害的死亡 能够让其他人闪耀 下面我们就来 试着解读 这句话我认为 并非是丧失病毒 而是在描述一场战争 军人大部分是年轻人 军人大量是死亡 这对应的是第一句 可见这场战争是很残酷的 后面的一句意思则是 死亡会让其他人闪耀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为了他人而战 为了保护别人而战的意思 后面这句话是关键点 报道中故意隐去 病毒死亡是病死 并非为其他人而死 所以大家担心病毒 不如来担心担心战争 那么后面的情况呢 这句之后原文中还有一句 悲伤的观念将对每个人有害 而沉痛是暂时的 大家会成功 这句话承接上一句 是说战争带来的悲伤 会影响人们的心智 而沉痛是暂时的 在后面 父亲和母亲死于无限的悲伤 女人在呻吟 致命的女性怪兽出现 伟大的人一去不返 所有的世界走向末日 纽约邮报没有解释这些 女性的呻吟 可恶的女怪物 到底是说丧失病毒 还是指向战争引发的结果 出现了让人恐惧的生化人之类的呢 而pestilent 这个词除了可怕可恶之外 还可以当瘟疫来讲 但是用瘟疫来形容 she monster 可能不太对 之后就是伟大的人离去 世界走到了尽头 这个结局太过悲惨 而一年之内能够发生那么多的事情吗 人类真的就要在2021年走向毁灭吗 显然这是不合理的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来给大家解密 这句话真正的意思 一定要连起来看 所谓的人类毁灭 其实是一个假设 意思是 2021年的战争 造成了人员的大量死亡 但是大家不能因为战争 而继续伤心仇恨 这样做的话 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因为悲伤是暂时的 人们最终能走出来 如果坚持的悲伤 就会让父母们 因为悲伤死去 还有就是悲伤 会制造出大量的女性怪兽 这就会让伟大的人 不再出现 直到地球毁灭 女性怪兽 我们可以理解成 心存仇恨的母亲 她会把自己的悲伤和仇恨 传给自己的孩子 让孩子心怀仇恨 这样就成不了伟大的人了 恶性循环 最终会造成世界的毁灭 这样 这个意思就完全捋顺了 其实就是在描述一场 很大规模的战争 战争会导致很大的伤亡 但是在这之后 人们应该从悲伤中走出来 继续前进 这则预言战争的指向 到底是哪个方向呢 我还是那句话 应该是中美大战 推背图45项 梅花诗 以及黄博禅师诗文 都预测到了 中国本朝会遇到一场 影响很大的战争 那么是不是诺查丹玛斯 提到的2021年的事件呢 当然 主流媒体认为是僵尸病毒 我觉得如果是僵尸病毒的话 则无法和中国的一杆预言印证 所以我这边倾向 与他们不同的一种解读方式 这条预言只说明了战争会发生 但是对于和谁战争 什么样的战争 却没有其他的线索了 除了战争以外 诺查丹玛斯 在有关2021年的预测中 还提到了一杆的灾难 这段预言信息量也非常大 他是说了战争之后的情况 有一个更加伟大的人将出现 这个行动者会带来一个新纪元 雨水 血液 牛奶 饥荒 钢铁 以及瘟疫 之后出现了天火 以及长长的托尾 意思很明显 战后 某位人物领导大家愈合 新社会遇到了很多问题 其中就包括饥荒和瘟疫 最后一句的意思是 小行星撞击地球 或者是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 根据NASA的预测 真的会有一颗小行星 在2021年5月16日 可能与地球相撞 诺查丹玛斯提到了 我们的海水会涨起 地面会沉没的预言 有人说 这是由太阳风暴引起的灾难 我倒是认为 这可能是飓风的预告 而后面的语言中 他还提到了 地球出现大量的移民 我这里分析 这种说法可能说的是难民 这和我前面战争的预测 是对应关系 也可以相互印证 有了战争 就会产生大量的难民 向俄平的地区移动 一个倾斜的公园 发生了大灾难 袭击了西方的伦巴蒂 船上发生了大火囚禁和瘟疫 水星来到了射手座 土星在衰落 这段预言内容也很丰富 西部的伦巴蒂 我觉得是象征和谐之地 应该是人类的避难的地方 这里发生的大灾难 是地面倾斜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说地震的发生 而与西部的伦巴蒂 吻合的地点 很多人说是美国加州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 它应该是战后的一个乐土 船上出现了囚禁和瘟疫 这个意思还不是很明朗 水星在射手座 以及土星衰落 象征一个时间点 应该是11月25日 这段的主要内容 就是说战争的乐土 会发生大地震 以及其他灾祸 好 关于诺查丹玛斯 2021年的预言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诺查丹玛斯的创世纪预言 还有很多 其中一些更加有趣 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 慢慢的和大家聊 今天的白鹿探寻 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